地法院这个会期除了要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外 还有包含了服务协议年金改革等四十三项列为优先法案代审 但排队等了好几年的法案更是不计其数 就拿动保法来说农委会希望透过立法规范 让民众必须为饲养了宠物捷御也不可以弃养 明年元月起也要要求犬猫进出公共场所 一律得带上施打疫苗的锦牌 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之前 日据时代就有这样的规范 对着他派员在狂犬病疫情发生后 持续观察防疫工作 也同时往前溯源 试着连接起台湾狂犬病的防疫史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找出当时的报纸书刊 发现不少有关狂犬病的详实报道 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日日新报 上头就记载了1909年 台北西门街上有猫咪感染狂犬病 咬人致死 而日据政府当时也提出打疫苗 戴口罩 征犬税来抑制狗的数量 更重要的是 当时台湾已经有自制疫苗的能力 独立特派员也找到了光复后 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杜尔祥 他是当时省卫生处唯一的受益师 他认为狂犬病卷土重来 是因为空窗期太久 防疫松了才让病毒又有迹可趁 他是杜尔祥 台湾关户后狂犬病大流行时 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跑遍全台三百多个乡镇 除了卫生处我一个人之外 卫生局也派人 然后到了一个 那个狂犬病的地区 他是陈士荣 台湾史研究者 为我们打开日治时期 狂犬病的防疫室 如果就资料上面 所显示的情况来看的话 确实是严重的情况 跟着台湾日日新报的时间转动 还有陈士荣的脚步 我们要去寻找日治时期 狂犬病的防疫资料 这里是国立台湾图书馆 跟我们这个主题 比较有关系的日记资料 最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林献堂先生的日记 另外一个是黄旺城先生的日记 这个是1933年 那林献堂在跟林志斌 然后林成龙他们一起去爬山 然后他们途中遇到了一个妇人 对 然后她抱着一只狗 然后她就问她要去哪里 那这个妇人就告诉她说 她要去衙门御验犬 就是要检验这只狗 对 然后后来才知道福建宫 这是日本的亲王 他想要来台湾旅行 所以呢 就想要 总督府就下令 要把所有的犬子做预防注射 林献堂 台湾民族运动的领袖 台湾第一家族 雾丰林家的代表 在往黄旺城这一区走 他是台湾民众党的创党委员之一 做过台湾民报的记者 他的日记里也有相关的记载 1914年这一本写到 他到学校看到狂犬 一路咬伤路人 1916年的日记 这是他穿文官服的照片 在1916年的日记里面 他在10月27号这一天 在去学校的时候 他知道了三角神员工学校长 他在暑假的时候 被狂犬咬伤 然后到了10月26号的时候 发作 当天晚上就去世 我们把时间回到1903年 离现在是110年前 台湾的第一份报纸 台南府城教会报 对狂犬病也做了详细的报导 在这边他有写就是 近来有人对台北西培 跟我说 写信来告诉我 宵狗的毒 就是因为是 他是得了狂犬病毒的关系 对 然后 对宵狗的毒是在他的暖 就是口水 跟血泥在学里面 接下来他就开始在讲这些 那个病毒 然后一直到最后面 他说这个病有分成三期 当时的抚承教会报 是用罗马拼音 详细记录 狂犬病发病之后 分为三个阶段 而且已经知道 狂犬病有孔水的症状 那他也特别提到说 因为他们都会怕水 所以这种病被称为 那个孔水病 不只抚承教会报 1932年出版的台湾警察时报 也写到狂犬病分三个时期 比如说这里面就有一个 他们的会员 当然就是警察 那他写了一个悲惨的狂犬病 这篇文章 日志时期的书刊 因为年代久远 纸张易碎 也不能有汉字 所以陈世荣必须戴上手套 小心翼翼的翻页 这个病他会怕水 在当时候是并没有医药 可以完全医治 可以完全根治 对 那再来就是 在被咬到的时候 应该做什么样子的紧急处置 这里是台湾日日新报 日志时期 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1909年8月13号 有一篇狂犬病发生了的报道 新闻中写到 狂犬病已经从狗 传到猫的身上 并经由猫咬到人 而死亡的案例 地点就在台北 被咬的是妇女 自从明治31年以来台北当局就全力的在防治这个疾病 把这个案例送到研究单位去做调查 比如说他们经过了动物试验 他们取得了那些猫跟狗的脊髓 然后跟脑部 然后把把这些标本送到动物试验单位去做检验 所以根据这一个案例 所以他们决定要对那个所谓的家畜猫犬 就是人所饲养的猫跟犬 进行那个检查 健康检查 动物做检查检疫之后 狂犬病要怎么杜绝 1903年台湾日日新报写到用征浅税 来抑制狗的数量 他们觉得那个应该效法 那个现在太息就是欧洲各国 例如像法国还有英国 他们处理的方法就是限制饲养 那怎么限制饲养呢 利用限制饲养来降低那个狗的数量 那所以所谓限制饲养的意思 就是用那个征税的方式 其他项警察的刊物 还有这本普通卫生讲话 都有写到要用预防注射 戴口笼扑杀 缴遣税的方式来抑制流行 换句话说打疫苗是重点 我们翻开台湾总督府 受益血清制造所这本书的记载 证明台湾当时已经有自制疫苗的能力 那这里面就有提到 他们所经营的事业 包含制造血清预防疫跟诊断疫 等等的这些东西 跟狂犬病的预防疫 包含他们的那个制造的数量 的一些统计数字 这里是中央研究所 研究热带医学的重症 1915年 三位从大陆来台湾旅行的学生 把他们参观中央研究所的建文写下来 被收录在台湾旅行记这本书中 留下了狂犬病的记录 这个研究所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化学部 一个叫显微镜部 那其中有关于热带的卫生 狂犬病黑死病 活乱 狡气病的预防 还有酿造学等等的调查研究 都是属于显微镜部 那他们会把每年研究所的报 那个所做的这些事业呢 做一个做一份报告 并且把它翻译成各国的文字 所以这个所虽然成立没有很久 可是它的那个名声 却已经是那个海内外都知道 研究所里面 它说有防蛇毒药剂 与预防狂犬病药剂的标本 那预防狂犬狂犬毒 那个它的方法与重牛痘相似 狂犬病透过报纸 书刊杂志宣导之外 台北州卫生警察展览会的血真帖 也留下这张难得的防疫海报 海报利用两只狗之间的对话 谈预防的重要性 比如说那个这一只花拳 就问这一只白狗 为什么那个有带一个这个项犬 对 那他就说因为他是有接受预防注射的 那如果没有接受预防注射的 可能就会被扑杀 对 那另外就是这个人向警官报告说 他被一只狗咬了 对 那那个后面就两只狗的对话 就是那个狗如果有接受预防注射的话 是没有关系的 1933年的时候 台湾的狂犬病的离病人数 总数是43人 对 那年龄层什么分布 在年龄层的分布上面就是 这边统计数字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他是一岁未满 然后一岁到两岁 两岁到五岁 书架上这一整排 都是总督府的统计资料 在1933年 43个感染狂犬病例中 0到10岁有13人 10岁到20岁有8人 20岁到30岁有6人 30岁以上有16人 但是到了1942年的统计书上 版图病例只剩下一例 境外一路有9例 大概1930年代的每年大概 比如说动物传动物的方面 从90多起病例 然后减少到 比如说一例两例 那人的方面 从比较多的数字 像是43例 50例左右 它逐渐的减少 减少到每年都只有一例两例 可以看出这个疾病 是被成功的控制住 另外台湾省通知稿这本书 也统计了1917年 到1938年之间被狂犬 或疑似狂犬窑道的人数 有3042人 发病的有93人 死亡的有96人 包含日本人 台湾人 原住民 还有极少数的外国人 它总结整个日本统治 就是51年的时间里面 那狂犬病发生的案例 然后它的发生的原因 那另外就是 当时候怎么处理防治 写完之后 它的最后面图就附了 民国37年到民国39年之间 台湾再度发生狂犬病 而且可能是大规模的 爆发的这个事件 杜尔祥八十八岁 台湾光复后 狂犬病流行时期的 第一线防疫人员 这一天带我们回到 他过去服务的省卫生处 动省之后 省卫生处早已复患心仪 这个是教育厅 教育厅在留下办公 卫生处在留下 杜尔祥是在一九四九年 二十七岁那一年 进入省卫生处 当时省卫生处还在 台北市的福州街 不久后搬来台中悟风 好 这个地方就是我办公的地方 你办公 我在技术师 就是叫技术师 继续吧 继续跟压 看不看 锁了这样看就可以看到 现在这边都放入了吗 现在这边都没有人 没有人住 这边就是其他的 就是档案室 还有什么 还有几个单位 我不太记得了 台湾光复后 狂犬病是在一九四八年 由上海传进来 根据台湾公卫发展时的记载 第一个发现狂犬病患的 是台大医师林中益 他是脑神经跟精神医学权威 杜尔祥则拥有 大陆浙江英诗大学 畜牧收医学位 狂犬病流行时 被派去第一线打防疫战 我刚才卫生处 从台北来是37年 那在这去办公 办公到四十几年 就去做防疫 因为卫生处 受益只有我一个人 到了卫生处 那个叫什么 《中国时报》上有一个流血 它是因为是人与一秀的 共同的传染的一个疾病 所以就派我去做这个防疫 到这个去到外面 去做这个宽敬的防疫症 那我去了 我从台北去到南投 这张是杜尔祥到南投挪纳村 防疫时拍下来的照片 这是他三十几岁的模样 也是打狂犬病防疫战的年纪 全台跑透透 除了卫生处我一个人之外 卫生局也派人 然后到那个 到那个狂犬病的地区 卫生所也派人 大概有五六个人去 所以我全省台湾三百多个宽敬 我都全部到 但我因为每个地方要去看 看情况怎么样 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去之后 路上没有办法去 做那个什么 那个绳子拉的那个叫什么 游笼 游笼 要做游笼去 很麻烦 你那时候在做防疫 你自己有没有打疫苗 我没有打 为什么 因为我不怕 我晓得哪个地方有哪个地方没有 台中市最近举办续犬展览 羊犬的主人牵着自己心爱的狗走进展览场 这是台中举办续犬灾难的影片 台湾光顾后 狂犬病有多严重 可以从媒体报导看出端宁 联合报在1951年9月19号报导 台中市狂犬病猖獗 多人死亡 居民感到恐怖 紧接着21号又报导 有两个人死于狂犬病 狂犬病流行 血童跟幼童是首要的保护对象 1951年10月 高雄戏子相继出现 血童幼童死于狂犬病的报导 后来屏东也有一个人感染死亡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1952年 狂犬病正式被列为法定传染病 1954年 云林传出有农民被狂犬病咬死 1959年 报导不带狗牌的余力药捕杀 台湾整整打了11年的狂犬病防疫战 这张是历年来感染死亡的人数 媒体报导最密集的1951年 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总计有238人 这个是一个任务了 有这个事情必须把它消除 你不管怎么样 任何困难你都要把它消除掉 那才有办法 你如果今天做一做 或者是随便打一打 你打了疫苗不够 那也不行了 当年多翔不只在地线防疫而已 他还参与疫苗的制造 我们学校就做疫苗 老教授给我们做疫苗 就是因斯大学 他教我们怎么做 他把流买来之后 把肚子皮毛去刮掉之后 把疫苗就打在他肚子上 然后发作起来 再突出来之后发作起来 再把它刮下来 刮下来以后 然后就去做疫苗 拿到哪里做 我自己做 你自己做 我还没做 老师做 教我们做 怎么做 教我们做 他这边也有讲到 从44年到50年的时候 然后育黄注射 那个触犬数 大概我给他算一下 就是17万多个疫苗 然后就是扑杀了那个野狗 野狗的那个 两万八千多 两万八千多 当时用的是国产疫苗 每年要打两次 防疫之所以能奏效 除了是靠第一线防疫人员之外 1948年 政府已经公布 台湾省续前登记办法 所有的狗 必须打完疫苗 才能继续饲养 1954年 更进一步公布 狂犬病防治办法 1958年以后 就没有案例发生了 1960年 台湾雪青疫苗制造公司 继续扩充设备 1961年 台湾从狂犬病疫区出名 后来就发表了 大家很欢喜 很高兴 就在台湾决击了 对了 很高兴 所以您在这50年来 都没有这样发生 没有这样发生过 很荣幸 再回到老战场 回顾这一段防疫史 杜尔祥告诉我们 当时省卫生处的防疫人员 只有三四个人而已 但他们终究打了漂亮的一战 所以来到这里有什么 特别想回忆 特别深刻的吗 找到老婆了 狂犬病除名后 台湾在1967年 1977年 还定期举行 预防狂犬病的疫苗注射 取缔无牌的狗 平平静静过了50几年之后 以为一切都是太平盛世了 但是狂犬病就像一支无声的病毒队 悄悄地回来 让台湾再度拉起警报 独立特派员做了这样历史的回顾与研究 是要提醒大家 人类的防疫从来就不容松懈 多管道做好防疫工作将是当务之急 现在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